- 大家我是安森 一定很多人跟我一樣買了樂高還有IKEA的這個40357 然後放在那裡 不知道幹嘛 或是拆封了他就放在那裡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看著我的辦公桌上面有一個iPhone的底座 就不是這種東西 那我就在想說 能不能把這個東西變成這個東西 但是中間我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畢竟它插在桌上要有充電或是跟電腦同步功能嘛 不然它在桌上也是一個訂閉的東西 那我嘗試把它變成它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iPhone的線沒辦法好好固定 雖然裡面有一個零件我想到是頂部跟側面都有兩個痘痘 可以把線夾住夾在中間 但是當我把iPhone插下去再拔起來的時候 線很容易跟著被抽走 為了剋除這個問題 我決定找一個有經驗的人來幫忙 會找它還是有一個原因 因為它做過跟樂高相關的工作 而且當初會去找樂高相關的工作 跟後面這個接近的房子有關 因為有天它發現車重房子居然漲到2萬多塊台幣 所以它就決定要去找跟樂高相關的工作 結果跟漲價完全沒有緣分 都是在搞教育 好於是呢我就請教它 我們要如何把它在不加工樂高 不要專重不要把它黏紙 或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的情況下 把它變成一個iPhone的底座 第一件事拆封 好還有附個說明書 中英書告訴你 它可以跟他們另外賣的一個白色的盒子 拼在一起 但我們沒有買 因為我們在現場 那時候看了一下 好像不知道要來幹嘛 那我們就把剩下的零件把它拆開 拆 好現在的目標呢 就是要把它放進它裡面 好固定一下 對 沒錯 安生的想法是用這個 頂部跟側面 各有兩個兜的零件呢 來固定這條線 像我們現在如果單獨 把這個零件拿起來的話 可以看到 其實固定起來 還蠻完美的 但是這也只是我們前期的想法而已 其實真正在製作上面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移到真正要操作的這個理感上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沒有辦法 按照我們所想要的距離 組合在一起 這時候呢 我們只有一種情況 就是 能隔一個洞去裝它 那這種情況呢 就會變得說 它太寬了 那這種情況下 我講了幾次情況 很多是怕 那這種狀態下呢 我們就必須思考 別的路線 接下來呢 我們就開始思考這個路線 好 OK 這是我們基於剛剛第一個想法 做出來的雛形 就是用剛剛提到的上面跟側面 都有 痘痘的這個零件 然後呢 本來兩個會固定不了線 所以我們用了一個半格的零件 讓它變成距離縮短一半 好 這樣固定 這樣固定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水溝溝 哈哈哈哈 目前固定之後 炸開之下還挺穩的 前後的問題 跟中間固定的問題 都已經被解決了 但是呢 這邊會碰到一個問題 也就是 它上去手機其實還好 還可以 好 炸開才可以 不過問題是拔出來的時候 線會跟著跑下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喔 我們的線頭的左右兩側 它完全沒有任何固定的不合 對 好 我們現在要基於這個想法呢 繼續改 好 我們經過了一個下午的努力 試過各種奇怪的方法 都無法達成線不要被抽起來的電子 結果 有個天才找到一個 更更更奇怪的方法 居然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就是用樂高小人的 下半身 這一個 是我們想出來最終的解決方法 它外表看起來非常的簡潔 而且配色也很明亮可愛 現在呢 我先來講講我們的 剪綴通的解決方法 也就是說呢 樂高這個小人呢 他非常的方便 因為他本身就有站著 或是坐著 這兩種選項可以選擇 而且角度可調 對 通常是這個角度還是可以調的 那我們就想到了 如果 把線 給他 卡進來 哇 這個連用手去卡都有點 都有點 這裡 這樣子的話 就能確保他是完全的堅固 而且不管什麼 哇 不管什麼 啊 他都不太會移動 哇 哇 非常的creepy 哈哈哈哈 對 我們讓一個樂高小人的下半身呢 躺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的線呢 直接給他卡進 前面他用來連接身體的兩個卡扣裡面 前半部分呢 我們一樣 用安身一開始所想到的方法去解決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以防他稍微的拖出之後 我們下方還有一個 凹槽的地方可以去銜接這條線 目前的話 我們上面都還沒有把它 圍起來 裝置或加工 到時候的話 我們不可能會讓線敷出這麼多的話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來看看 他基本上的成效 他現在已經很牢的被固定在 小人底下的 那個卡槽裡面 所以呢這個部分算是解決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 左右搖擺的問題 那左右搖擺的問題呢 我們會把它往上疊加一些零件 例如說 我們可以在這邊疊板子 反正就是在旁邊蓋一圈 類似牆距的東西 把它給包起來 那後面這個板子加起來 我們就可以讓手機穩穩的卡在上面 左右的部分呢 就我現在放眼望去的話 我們可以用它 因為如果我們把這個痘痘 加在這邊的話 它的高度可能會過高 讓手機塌不進去 所以呢我會使用這個連接 讓它這個平點的地方呢 可以剛好把手機架在裡面 目前這一個版本做出來的話 我覺得如果不是非常劇烈的要求 擺在單純擺在你的電腦旁邊的話 以桌面充電座來講 我覺得它的功能性跟它的 觀察限度 還有穩定度 我覺得都已經非常的足夠了 畢竟就是熱高 它的可調性很多 那有很多人會發現 我們用的這一台呢 並不是現在主流的 iPhone 6s啦 就是我們開發用 測試用 不過我後來想到一件事 如果是iPhone 12 因為它變比較厚一點 比較輕輕的話 它變了厚一點點 然後周圍也是繁的 形狀就太一樣 對如果像我們用原本的設計 這邊有一台iPhone 12 我們來試試看 進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用 好啦看來我們現在 看來我們的疑慮好像是多餘的 不過如果你有更大的手機 或是你有加裝一些手機殼的話 你也可以通過 調整前方的高低 或是調整後面的寬度 來讓它達到一個不一樣的效果 就客製化 自己客製化 反正零件有一大堆 可以自己來嘗試一下 基本構造用樂高小人的下半身 就可以卡住電線 你忘了還有你想到的這一個 頂端跟側面各有兩個痘痘的零件 那我們就可以完美的解決 一些固定上的問題 我發現用在iPhone 12上面 好像更穩 很穩欸 夾的一個很剛好 因為它剛好 因為它比較厚 對 但是大家看到一定想說 那還是這麼多零件要幹嘛 看能不能全部把它都用在一起這樣 好 然後又經過了相當於差不多一個下午的時間 今天最後的成品 就是大家看到的現在這樣子 它是一個類似街角咖啡廳的概念 然後原本的手機做是完全不會影響 不需要把它拆掉 或是做什麼別的加工 它可以直接蓋在上面 對 然後我們的構想就是 這一個充電座 我們把它放上去之後 它可以跟這一個 街角咖啡廳的景觀做一個結合 然後當我們把手機放上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康放 那我們旁邊也幫這一個街角咖啡店做了一些 比較生活化的元素 像這旁邊有一些圍裡 花圖 花圖 這個小花圖上面種了一些花 這個用餐區旁邊點綴了一些花圖 那這邊呢 這個小陽傘 還有這個桌子呢 我們是用了官方說明書上面的一個idea 目前看起來呢 整體觀賞性跟趣味性就變高了 而且我覺得那個大片玻璃 在陽傘後面也很漂亮 就很像路上的確是會看到有很多 很吸引人很大 就像這樣子 二樓有個電源 二樓有個電源 它長著 現在可能看不到 之後會側寫給你們看 結構的部分我們也沒有隨便亂做 不會說你聽起來很高的 這樣一碰就垮掉或是閃開之類的 對沒錯 我們在後面的地方呢 我們使用了 跟其實現實世界在結磚用的差不多的技巧 就是我們這邊的零件都是有交錯的 就是下面的零件跟上面的零件 都會互相的交錯在一起 會自知一條牌下來 如果你拼過那個街景系列 其實他們的牆壁 官方也就是類似的設計 沒錯 這樣子的話可以讓整體結構 銜接的更牢靠 它整體的穩定度也提高了 不會說遇到個一級二級地震就倒了這樣 它可能可以接受到這幾級啊 其實桌子會搖到這個樣子 應該 蠻大的吧 三四級四五級了吧 經過三次是OK的 非常穩固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個構想 這個設計 或是你這一組買回去了 還不知道要拼成什麼樣子的話 我們會把這一組的說明書 連結放在下方 歡迎大家去免費下載 那如果你沒有多的一條線 可以拿來做成這個充電座的話 也歡迎去蘋果倉庫購買 我們會提供優惠鍵 也是放在下方 也一方面會贊助我們的頻道繼續下去 如果你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區分享出來 這期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我是安生 我是馬克 大家下個影片見 欸你不覺得前面很空 應該可以做個什麼嗎 我看一下 你看如果這裡是什麼東西 很厲害 把它做成 桌子鏢也可以充啊 感覺商店或是那種火車站 都會有一點 對對對 這樣可以充兩公斤這樣就好 欸 其實也不一定要放在上面 我們乾脆做個這個 充手錶 充手錶的感覺 這樣也可以 可以 以後來講 行